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澳大利亚看天下节目 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个感人的故事 这是一段从政治同志到恋人的转变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黎巴嫩义的澳大利亚女权主义者 她在反对美国轰炸伊拉克的抗议活动中 遇见了巴比,一位犹太女权主义者 这次相遇改变了她们的一生 从最初的政治联盟到最终的爱情 她们共同参与反战活动 并克服了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种种挑战 这段感人的故事展示了爱情如何超越政治和宗教的界限 带来深刻的连结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1991年,世界各地的抗议声浪掀起了反对美国轰炸伊拉克的热潮 在澳大利亚悉尼市政厅前的广场上 我站在数千名反战抗议者中 目光不经意见扫过一群举着 犹太女性支持独立巴勒斯坦横幅 的女性,我忍不住走上前去 问她们,你们是认真的吗? 这一句带着怀疑与好奇的问题 竟成为了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巴比那时还隐藏在队伍中的一名默默无闻的女性 很快成为改变我人生的重要角色 我是黎巴嫩南部出生的阿拉伯女权主义者 从小在悉尼西北部的白人郊区成长 那时我仍然结婚 从未想过和女人谈恋爱 巴比当时正在悉尼成立黑衣女性组织 这是一个起源于1987年的以色列反占领巴勒斯坦支持组织 她的勇气和决心深深吸引了我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 我渐渐融入这个团体 与犹太人、阿拉伯人和英语澳大利亚女性们一起 每月在城市的公共场所 举行穿黑衣默埃仪式 我们常常把横幅举到脸前 借此机会在横幅背后热烈讨论 这成为一种特殊的亲密交流方式 随着时间推移 我们在政治活动中的合作越来越频繁 1993年中期的一个晚上 我激情地追求的女性拒绝了我 这让我感到不堪重负与心碎 第二天早上 我宿醉未醒 心情低落 当时黑衣女性的成员们 计划来我家午餐并开会 大约上午10点 有人敲门 巴比站在门外 神采奕奕地说 我想你可能需要帮忙准备 我们一起准备食物 巴比敏锐地察觉到我的状态 询问我是否还好 我突然向她 倾诉了我追求的女人 和失败的感受 巴比安慰我 如果你想和一个女人建立关系 你不应该和一个 不确定自己性向的人在一起 你需要找一个 真正的女同性恋者 这番话如醍醐灌顶 让我重新审视 内心的需求与渴望 午餐会上 我注意到 巴比靠在我客厅的音响柜上 感觉她不太舒服 我默默拿了一个靠垫 放在她背后 她握了一下我的手 以示感谢 那一刻 我内心彭腐 有一簇火花闪过 天呐 你的手好软 我惊呼 这小小的举动 让我看见了 巴比不仅是我的政治同志 更是我未来的可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和巴比之间的联系 日益加深 几周后 我们在一场巴勒斯坦官员的演讲上 再次相遇 演讲内容 我们早已耳熟能详 我便低声对巴比说 我们离开这里去吃饭吧 我们漫步到附近的一家西班牙餐厅 坐在后脚的砖墙旁 这是我们第一次单独外出 没有政治议题 只有我们两个人 几天后 我们正式约会 看了电影 《如水似巧克力》 黑暗的永院里 我们的手轻轻地握在一起 心跳逐渐加速 第二天早上 我们在他家一起吃了早餐 那种亲密与自然 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 然而 向家人和朋友出柜是另一道鸿沟 告诉他们 我爱上了一个犹太人 比单纯承认 自己是同性恋还要困难 然而 出人意料的是 事实上 巴比的犹太身份 并未对我的家人造成困扰 我们的关系 反而被一些朋友形容 为政治婚姻 这一称谓 恰如其分地反映了 我们的共同信仰与价值观 在这段关系中 我们面对的挑战 不止来自外界的目光 还有中东地区 持续不断的战争 袈裟的战火燃烧了十个月 这段时间对我们来说 尤为艰难 但这场战争 也让我们更加紧密地 连接在一起 三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依然并肩作战 参加反战集会 并一起吃早餐 我们的故事 从政治斗争开始 经历了爱情的洗礼 成为彼此的依靠 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 转角处相遇 携手前行 那一刻 他握住我的手 我们彼此感受到的 不仅是温暖 更是未来的希望 请大家继续收看 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 进行背景介绍 文章描述了一位 出生于黎巴嫩南部的 阿拉伯女权主义者 在1991年 澳大利亚反对美国 轰炸伊拉克的抗议活动中 遇见了一位犹太女性巴比 并从政治同志 变成了恋人的故事 当时的背景 是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 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 反战抗议 文章展示了 在政治运动中的 个人情感转变 以及文化和宗教差异 对恋爱关系的挑战 这位阿拉伯女权主义者 成长于悉尼西北部的 白人郊区 他自述一直认同弱者的立场 他在悉尼市政厅的 抗议活动中 遇见了一群女性 其中包括巴比 他们举着 犹太女性支持 独立巴勒斯坦的 横幅 这次短暂的邂逅 让他对这些女性 产生了好奇与敬佩之情 巴比是黑衣女性组织的成员 该组织始于1987年的 以色列 旨在反对以色列 对巴勒斯坦的占领 并支持巴勒斯坦独立 这个组织吸引了一群 来自不同背景的女性 包括犹太人 阿拉伯人 和英语澳大利亚人 他们每月在公共场所聚集 穿着黑衣 举行默哀仪式 并通过横幅 交流彼此的想法和感受 随着时间推移 这位阿拉伯女权主义者 逐渐与巴比建立了更深的联系 1993年 她经历了一次情感上的低潮 再一次 黑衣女性呢 聚会上 巴比来到她家 并在准备食物时 敏锐地察觉到 她的情绪波动 给予了她安慰和支持 这次交流让她意识到 巴比不仅仅是一位政治同志 更是一位可以信赖和依靠的朋友 几周后的某个晚上 她们在一场巴勒斯坦官员的演讲中 再次相遇 并决定离开拥挤的会场 一起去吃晚餐 在这次约会中 她们没有谈论政治 而是单纯地享受彼此的陪伴 这次约会标志着 她们从政治盟友变成恋人 并逐渐发展出深厚的感情 她们的关系 面临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挑战 向家人和朋友 出柜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尤其是告诉她们 自己爱上的人是一位犹太女性 然而 事实证明 她们的家人并不在意巴比的犹太身份 而是更关心她们的幸福 和彼此的爱情 三十多年过去了 她们依然并肩参加反战集会 并一起吃早餐 这段经历 展现了在政治运动中 个人的情感转变 以及如何在文化和宗教差异中 找到共同点 建立深厚且持久的爱情关系 文章透过这段故事 传递出爱情跨越政治 宗教和文化差异的力量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这段故事绝对 是爱情与政治交织的最佳范例 这对情侣的相遇 似乎要归功于老布什 和萨达姆侯赛因 这听起来像是一场 政治阴谋的浪漫版本 尽管它们背景复杂 文化差异大 但它们依然能找到共同点 这不仅是爱情的胜利 也是人性的光辉 说得好听 但这个故事 更像是政治抗议中的 一场现场肥皂剧 当世界关注的是 战争和和平问题 这对情侣却在 抗议场景中找到了爱情 这样的故事 让人不禁质疑 它们真的是为了抗议 还是为了寻找灵魂伴侣 政治和爱情难道不能并存吗 你看看罗密欧与朱利叶 这不也是背景复杂的 爱情故事吗 另外 它们不仅仅是抗议者 它们还建立了组织 进行实际的行动 比起只会坐在家里抱怨的我们 它们已经做得多得多了 拜托 罗密欧与朱利叶可是莎士比亚的悲剧 两人最后都死了 这段故事虽然甜美 但也无法掩饰一个事实 它们的爱情是建立在一个动荡不安的背景上的 就像你在火灾现场跳一段华尔兹 虽然浪漫 但背景却是灾难 正是因为在这动荡的时代 这样的爱情才有位珍贵 这些女人不仅跨越了政治和宗教的鸿沟 还找到了彼此的灵魂共鸣 这说明了什么 爱情是无国界的 是超越一切障碍的力量 爱情无国界是没错 但现实生活中 这种跨越文化和政治的爱情故事 有多大几率能够成功 我们能不能不要把偶然的例子 当成普遍现象 袈裟的战争和无数的冲突依然在进行 这些问题可不是握个手就能解决的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这个故事真是让人感触良多 不仅仅是一段浪漫爱情 更是一个关于政治与个人身份交织的精彩故事 主人公是一位黎巴嫩裔的女权主义者 因为反对美国在1991年轰炸伊拉克的抗疫活动 遇到了他一生的挚爱巴比 这种相遇的奇妙之处在于 他发生在一个政治抗疫的背景下 显示了政治活动如何能够成为人们建立深层次关系的契机 当时的他已经结婚 完全没有料到自己会爱上一个女人 更不用说是一个犹太人 这种情况下 他所面临的内心挣扎和社会压力可想而知 文章中的一部分描述了他们如何从政治同志变成了恋人 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而是经历了许多情感的波动和挑战 特别是当他与巴比一起准备午餐 并向他倾诉自己对另一个女人的迷恋时 巴比的安慰显示了他对主人公的真诚关心 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瞬间 使得巴比不再只是政治上的盟友 而是成为了他情感上的支柱 当巴比轻轻握住他的手时 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在那一刻升华了 他们的情感进一步发展时 故事中的细节如巴比靠在音响柜上 主人公给他地上靠垫等 都充满了真挚的情感 这些微小的动作表现出了 他们之间日益增长的默契和相互关心 在那个保守的时代 女童性恋者的身份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挑战 更何况其中一位还是犹太人 对于来自黎巴嫩的主人公来说 这无疑是双重挑战 然而 他们勇敢地面对了这一切 并且在政治和爱情的双重压力下找到了彼此 他们的第一次约会也是这段故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从巴勒斯坦官员的演讲会场到西班牙餐厅 再到一起观看电影 如水似巧克力 这些场景的转换象征着 他们的感情逐渐从公共场所转向更为私密和个人的空间 特别是在看电影时 他们握住彼此的手 这个动作象征了他们之间感情的确任何升华 最有趣的是 最后他们仍然并肩参加反战集会 而这次则是伴随着已经形成的长久爱情 这不仅展示了他们对政治信仰的坚持 更展示了他们爱情的稳定和持久 即使在面对加沙战争等巨大的政治压力下 他们仍能相互支持 这种感情的力量超越了政治和文化的分歧 这是一个关于勇气 爱情和信仰的动人故事 让人感受到在政治动荡的时代里 爱情依然可以绽放 并成为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好